老公 老公 你拿的 我一定喜欢的事 我不是拍了个视频吗 就是咱那个车 总统有点小毛病 我去CS店教的学 好多网友都在 都因为以前多条评论了 好多网友都在说 脑子又怕啊 是吧 卖个国商卖个机理 你可以看啊 给网友就是 回应一下 当时我姐的买个车 我也不知道她是行动啥 反正我就光想弄她的外观了 这外观就是比较大气嘛 然后她属于BG车 里头铺黏打坐着舒服 反正我就想弄这两边了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第一期的评论也是有所好有所坏的 嗯 只是过程听话的奔驰帮忙 我也出鼓掌门队 反正你不管好处当时的都 都会有毛病 好处当时的都会有毛病 好处当时的都会有毛病 还有弟爷啊 找一个网友说 给我一个不卖压格的理由 压格是怎么卖了 是啊 当时真心看压格了 但是因为 咋说啊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一个行李呢 行李跟网吧 晚上晚上来记得 晚上晚上来记得绝对是疯了 我不知道能看他说 那些卖车是 那些都好说 卖车是买发动机的 那我我那时候我感谢媳妇也说过 卖车其实是为了开 开是为了熟食 对不对 像说了 我现在的这个发动机也没有毛病 我看的挺好的 对吧 不管是从东北上还是从哪个平文的 三岗级三岗级他也不都 对不对 他这些话都做的挺好的 而且台早啊 包括银香呢 这个左一啊 还有葛中先消消能啊 啊消毒呢 都挺好的 然然在这一开这个车 我这个车 我满完之后开了直接去开那了 从河南开车大开那 两千多元 我没感觉到 华罗认说 卖国产车 卖那个不包制 当时大家想了 不包制反正开着 没有打算买 其实我个人呢 我个人 可能也是 直接腿部 然后当兵 我感觉我应该支持国产 主要是你有这个 因为腿部回来当兵 有这个庆欢 包家为过 我开一年半 没有出现我这份小毛病 就唯一一次 这一次这个小毛病 是有完啥 是因为都是 陈职业法呢 有一个都原本没有砍过 让我把他那个电瓶 电源给霸了 霸了之后 不过装上去 是有没有 所有的套上去了 我给忘了把这个事 得手管我了 我给忘了 所以他会出现 那个对眠的小毛病 张巴罗斯宁静呢 你看他要砍了 整盘之前了 又没有啥事了 对吧 而且现在 空气出来一时就 嗯 空气车潮溜啊 是过程吧 是 比阿里喊三个网络程 是过程吧 唱正 对不对 都是过程的 现在过程车 其实也走得很方了 真的说 没有人家钉端程 在现在没有自己的钉端程 但是像普通家用车 可以了 嗯 结果就是中间下吧 我这才我砍了一年多 可能他有些问题 还没有发现 然后可能需要 很长时间才能发现 但是这一年版 给我呆的体验非常好 好吧 是的 今天就这一期视频 主要就是为了 就是 嗯 揭示一下 我看我发了那一跳 底下有好多网友都在 都在致意嘛 然后都在说 就是都在给大家 就是 我刚才说我过程才平凡 当然只是想揭示一下 我自己为什么要买过程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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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